朋友们好,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《我的二姐》,一起来听。 《我的面部表情》猜出我内心的想法,每次逗我,二姐都是一面哈哈大笑,一面用手指头指着我的鼻子,我知道你在想啥,然后就把我不敢告诉别人的心事说出来,弄得我既尴尬又恼怒。 二姐好像从小就不知道害怕是怎么回事,人家的心态好得没法再好,现在清楚地记得,二姐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语为得了八分,数学得了五分,二姐竟然兴高采烈地拿着两张卷子回到家里,给我妈要面糊, 然后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考试卷贴到了墙上,弄得爸妈哭笑不得,二姐还在一边兴奋地看着贴在墙上的卷子。 小时候家里穷,那一年我六七岁吧,爸爸从外边回来,不知道从哪儿弄了半个白面馒头,看我过来了就从兜里逃出来让我吃,我当时虽然很想吃, 但也很心疼爸妈,就装作不爱吃的样子,坚决不要,心里想,我不吃,爸妈自然就吃了。 爸爸看我坚决不吃,就把半个馒头收了回去,正好二姐走了过来,爸爸随手又把馒头给了二姐,谁知道二姐接过来就吃起来。 当时不知怎么回事,我有了很激烈的反应,一把从二姐手里夺过馒头,自己就啃了起来。 这个场景我记了一辈子,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歉意折磨着我,到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。 还有一次,我和二姐去奶奶家里玩,奶奶给了我一个甜瓜,让我给二姐飞着吃,结果还没有开始飞,我妈妈就把二姐叫走了,馋得我先咬了一小口,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 一口又一口,直到最后剩下一张甜瓜皮,等我二姐回来的时候,基本上被我吃光了。 后来年龄大了一些,二姐小学毕业,语为数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毕业没有一次及格的,根本不是上学的材料,爸妈想让二姐继续读书,二姐坚决不去。 就这样,我二姐下学了,不在上学的二姐对干家务活和农活有一种特别的激情。 家里三对饭都是二姐去干,做饭的间隙,二姐就去田地里陪着妈妈种地,二姐的汗水陪伴着她开朗的性格,从小就受了很多的苦。 我上初中的时候,家里承包泽瑞志飞了十亩地,妈妈的身体不好,无法干重活,妈妈就在家里操吃一日三餐。 爸爸跟着催里的建房班,大姐上高中,我在初中。 二姐吃过早饭,就扛着锄头,去了田地里干活。 中午爸爸下班,我和大姐下学,我妹都不回家,直接去了自家的泽瑞田厨地。 这时候,妈妈就把做好的饭送到地头。 三个小时的时间间隙,我妹全家里没有休息的时间,拼命地干活,然后吵吵地吃饭,爸爸继续去盖房子,我和大姐继续上学。 留下二姐一个人在田地里干活。 印象里,二姐好像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累,见了她总是笑眯眯地不停干活。 一家人就二姐不管多苦多累,都能想办法说几句笑话,逗我没笑。 二姐争强好胜的心特别强,看不得谁比她干活快,如果谁比她干得多,她一定要晚下班追上去,再多干一点。 承包泽瑞智的第二年,爸爸给妈妈商量,由于棉花价格高,就赌一把十亩地种了九亩的棉花。 我们家那几亩地,除了二姐从早上一睁眼在地里,到晚上黑得实在看不到了,才回家。 剩下的人都是在自己工作或者学习的间隙里,非秒必争地去棉花地里多干一会儿。 邻居们常常给二姐开玩笑说,二妮,你家这九亩棉花是不是包给你种了? 等你出嫁的时候,得让你爸妈给你多陪送两套棉被。 被太阳晒得满脸黑的二姐就哈哈大笑, 婶子,我听你的,到时候我爸妈不多给我两套铺盖,你可得去替我说说话呀。 家里连着种了两年的棉花,那时候棉花价格出奇地好,产量还出奇地大。 把棉花卖完,爸妈手里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,穷得叮当响的家决定盖房子。 房子盖下来,当时欠了人家二百块钱的专钱。 我记得第三年种完棉花,就把账还上了。 我妹家成了催礼,第一个因为种棉花,盖了一个院子的家庭。 我爸妈到现在都说,咱家要不是你二姐,啥也不是。 二姐出了太多的力气,可我的印象里,二姐好像从来不知道累,不知道苦,总是笑呵呵地面对一切。 家里盖了两座房子,一下子宽阔了许多。 爸妈住了一间,我自己住了一间,二姐和大姐住了一间。 有了心情的二姐,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水泥做花盆的技术。 二姐一连做了三十多个水泥花盆,虽然外观不是多么好看,但花盆里的鲜花却开得很是娇艳。 从此以后,我家院子里三十多个水泥花盆,种着各色鲜花,一年四季点缀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。 家里有了吃不完的白面馒头,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。 天天守着家的二姐,又在农闲的时候,从地里攒了一葵葵的树枝。 一个冬天,二姐用家里的破毛线把树枝绑了一个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鸡笼。 自己做主买了一百只小鸡仔,每天下班就从地里抱回家一些青草,妈妈在家里抽空,把小鸡仔养了起来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第二年我们家里的鸡蛋就吃不完,每到农忙季节,妈妈每对饭都会煮几十个鸡蛋,让我们在田间地头可劲地吃。 妈妈总是说,都是你二姐的功劳,不是你二姐,咱家哪能可劲地随便吃这么多的鸡蛋。 后来,爸爸把自己在催里盖房般的工资拿出来,又买了七八只小羊羔,从此后,我们再去地里干活,每次都把家里的拉车拉到地里。 趁着下班的间隙,一家里骑动手,拔草装车,拉回家里喂养。 我的印象里,从童年开始,到我二十多岁出去打工,好像没有遇乐,只是一个劲地干泽瑞田的活。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管刮风下雨,不管任何时候,总有干不完的活。 到现在已经五十多了,从内心深处,对种田都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。 虽然现在种田很简单,但那种恐惧感将要陪伴着我的一生。 印象里的二姐,从来都是乐观向上,孜孜不倦。 我还佩服我二姐,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,能把自己过得有滋有味。 满水汗水,不知疲倦,还能乐观向上。 现在想起来,我对二姐最有感情。 那一年,我二姐出嫁,我去送二姐,当天,我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不舍。 想起来以前跟二姐在一起的点点滴滴,都成了我此生最珍贵的回忆。 当参加完二姐的宴席,回家的路上,一车的自家人和亲戚,我满眼泪花, 又怕别人看到,就堆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,把脸深深地埋在双腿间。 大家都怀疑我是不是喝醉了。 其实那天,我一口酒都没有喝,我喝不下去。 但不管别人说啥,我一直到家没口,都不敢抬头。 二姐将成为别人家的一员,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 二姐去了婆家,一如既往地拼命种田,乐观向上的精神,感染了婆婆一家人。 姐夫是一个性格内向,但干啥都能成的农催小能人。 不管二姐怎么过,她都处处宠着二姐。 总的来说,二姐操劳了一辈子,但把家过得有滋有味,也算是功德圆满。 后来小外甥结婚,二姐娶了儿媳妇,儿媳妇脾气出奇的好,对二姐特别追近,总是给二姐往家里买好多的东西。 二姐很富足,很快乐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您的收听。